Hello 大家好,Cloris 我現在打算去超級市場買點東西 提提大家去德國超級市場 記得戴環保袋 我們現在出發 這裡附近有兩間超級市場 我後面這間便宜一點 對面這間就是今天會去的 這間比較大 來到門口的話 左邊就是一些盆栽 右邊就是一些炭 燒烤和啤酒 在德國用這些手推車 是要入錢的 所以我都很難 通常會用攬 或者就這樣用自己的環保袋 除了香港那款給小朋友 坐在上面的手推車之外 德國還有這一種 可以讓小朋友坐在下面的車仔玩 在德國看不到我平時很大的紅蘿蔔 只有這些很小的甘筍 我煲湯便會用這些小的甘筍 我覺得在德國超級市場很有趣 有些在香港平時吃的蔬果都比較貴 例如大白菜和茄子 要10-20港元才有一個 還有蔬菜會有海鮮價 例如這個平時可以賣幾元一個 現在就變了差不多10元一個 還有例如蕃茄 夏天的時候是超便宜的 但現在都開始加價了 因為不是時令的水果 就來十月份 最當做的當然是南瓜 除了平時我們建的南瓜之外 還有一些很奇形怪狀的南瓜 好像Anonying Orange 大家要有心理準備 因為這些南瓜真的有點恐怖 我覺得很噁心 這間超級市場的Cereal有時會做特價 我會趁這個時候買多一點 因為我經常都會吃 而且可以放得很久 我最喜歡吃的就是 朱古力味和蜜糖味 這裡是沒有蜜糖星星的 但它會有蜜糖波波和蜜糖 很有趣 有Star Wars特別版 但它是蜜糖星星養的朱古力味 這間超級市場會有一個 空間放一些亞洲食物 但我很少在這裡買 因為又不是特別便宜 而且不是我吃的 而且這裡的每一間超級市場 全年都會有這些彩色的伏木蛋賣 而且還有鵪鶉蛋 其他一般的蛋就很便宜 我經常都會喝奶 因為早上吃Cereal 所以我經常都會來買奶 這裡的奶 10元以下就有一粒 旁邊就是一堆乳酪 我最喜歡吃的就是 Murvan Pig的石榴和橙味 但它會比其他乳酪貴一點 所以我不是經常吃 另外還有一隻是冰島的乳酪 叫Skyer 可以加上水果一起吃 有時如果太遲起身 吃不及早餐的話 就會自己做三文治 會用這些火腿再加上芝士 之後放進食物盒 帶回學校才吃 德國最有名的就是香腸 達式這隻是比較在南部吃得多 配酸椰菜食 這隻比較像我們平常吃的脆皮腸口味 但它叫做維也納小香腸 一些比較大的超級市場 就會有這些肉檔 買一些比較新鮮的肉 這隻是可以生吃的豬肉 它會比較新鮮才可以這樣做 它會調味和夾包賣給你 洋蔥就是我自己加的 當我最懶最懶的時候 例如我講Paper的時候 我會用這些雞翼去焗 焗半個小時至45分鐘就可以吃得了 但太鹹了 大家千萬不能吃太多 然後旁邊就有這些很像餃子的物體 我曾經試過覺得它是餃子就買來吃 但裡面只有肉 味道跟我們吃的水膠完全不同 所以之後我就沒有再買過了 而且德國人都很喜歡喝一些有氣又有味的水 旁邊這些就是啤酒 在德國我最常喝的啤酒就是Bax 另外還有另一種也會常喝的就是Astra 因為我Flatmaid的關係 我一定要介紹這個果汁 很搞笑著我這間房間之前的那個女人 就送了這一枝果汁給我Flatmaid當生日禮物 其實它就是給小朋友喝的 講開小朋友就要介紹Kinder了 Kinder是德國的原來 Kinder的意思就是小朋友 在歐洲買Kinder出幾單特別便宜 這就是我最喜歡吃的德國牌子朱古力 我不會讀的 但它好像買得比香港更貴 因為假增賺實在太便宜了 我最喜歡吃的就是這個味道 然後朱古力還有這一款 是傳統德國的小食 裡面是棉花糖 但我覺得太甜 我不太喜歡吃 還有另一隻就是這隻餅 好像很受歡迎 而且經常會做特價 但我又不太喜歡吃這些餅類的東西 所以也很少買 然後旁邊就是一大堆的烈酒 前面這部機器是做膠樽回收的 每次買飲品的時候 那瓶其實給了按金 現在回收之後就可以拿一些按金 在德國喝酒一定比香港便宜 這裏有很多紅酒 不用太貴 但也可以買到一瓶好吃的酒 這款就是在智利都很出名的酒 它的價錢其實跟智利是差不多 好 我們要排隊付錢 記得放一條橙色的酒 在你的東西之前和之後 這裏下面是有紙袋和環保袋賣的 在這個付錢的過程是非常大的挑戰 你要一直掃取紙袋子的時候 就一直把東西放進袋子 之後就再付錢或者付卡 大家有什麼關於德國的東西想看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好 下次見 拜拜